最近有一位长相甜蜜的女子 她说到台中的手机行送修手机 当下老板说隔天才能够取回 女子在离开店家之前 她特地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截图荧幕的使用时间 就后来她回店里拿手机 发现这照片使用时间增加了四分钟 当下怀疑是被人家偷看了 她找店家理论 对方一开始否认 直到拿出了截图的证据 才改口说当时正在测试荧幕的顺畅度 女子直呼好恶心 后续不排除要报警处理 为了保护自身权益 有些人到手机行修手机前 都会打开这个功能来截图留证 日前一名女子因为送修手机时 老板要求要把手机留在店里一天 女子在离开前截图荧幕使用时间 当时照片功能显示为59秒 但最后手机拿回时 怎么却超过了一分钟 红字清楚写下阳心女子 送修手机和拿回时的对比证据 大大鞋上没道德店家 什么都没动就看照片 还花了四分钟 原来女子是到台中某间手机行 结果竟然被老板留下手机后 偷看照片 一开始对方还变成 没有打开照片功能 直到女子拿出证据 知道自己百口莫辩 才说要测试荧幕流畅度 让女子之户真的好恶心 一般民众也无法接受 就是我觉得这是职业道德 是 对 他就是偷看然后没有把它流出 你觉得这样子也不可以 还是不行都不行 那是隐私的问题 还是会以相信那个店家为前提 所以也没有特别想太多 那隐私权呢 他就自己当科男这样 很聪明 怎么说 对 还知道有人会这样做 不过这回就算业者 没有外流私人照片 这样的行为 恐怕也涉及妨害秘密罪 如果店家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 来查看客人手机中的照片或影片 甚至把客人手机上的照片 做拍照截图 或传送到电脑或其他手机 可能会构成刑法妨害秘密罪 维修手机死到被偷看 首先女子机警扮演柯男才能一招戳破 对方说谎 记者刘安静周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